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还以为是个开个玩笑 结果过不了几天 王林死了 这死的很诡异 关于他的消息 一直以来就很诡异 突然间又跑香港了 过什么时候又弄着一个他的当年的弟子 背着他不放 然后又什么涉嫌绑架 涉嫌杀人 然后就关起来准备受审了 突然间全身什么多脏气衰竭 他得的那叫什么病 叫ADN 我不太理解 那个病很少 就像是大师 有点像先透支了 最后扛不住了 他确实有点怪 因为他 我看了一下资料 他是2015年8月就被拘留了 这好长时间了 当时我第一反应 我就觉得 因为现在日子过得快好 他实际上过去了一年半 但我感觉是过去半年 因为日子过得快 就会仔细一想 过去一年半了 按理说 像他这么重大的 在全国有影响的案件 这一年半的时间 应该是侦查终结了 应该是 就起码有个初步交代 突然 突然这么一事 就他死了 就是 实际上看也像个大仙 他还不止一年半 我的职业生涯是伴随着王林的 你也有点关系 我的第一篇稿子写的就是王林 然后我还发给我们编导了 就是说 当时写王林的时候 第一次知道这个人 写的是大师 所以我对这个人特别关注 关注这几年 我就发现说 他整个就伴随着我的职业生涯 成长 成长 我成长起来了 当时现在看这个稿子有点辣眼睛 但是 为什么有点辣眼睛 你是夸他呢 这稿子是 我并没有夸他 因为当时已经出事了 我这个觉悟还是比较强 这个辣眼睛就很像我 外甥他五岁的时候跟我说 说小舅啊 哎呀 我小时候怎么着 我现在也是有那种感觉 就是我小时候写的 现在人成熟了 成熟的比较多 对 我很喜欢王林 我为什么喜欢王林呢 我觉得王林是属于那种 窗口型的新闻人物 他就说 你从他这个窗口上 你能看到好多人呢 而且你能看到 好多人的不同的面孔 你能从他这看到 你所不熟悉的马云 照威力连接 那马云在台上 演讲那么好 那他那个敲钟 就各种风光 但你在他这看到呢 是他比你还迷信 他的科学知识还比你多 然后照威力连接 都是这种人 这个其实让我想起来 前一阵那个穿山甲公子 也是属于这种 窗口型的新闻人士 就说你在他这看到的官员 是不一样的 我们官员在台上 都是讲官员规定 讲这个连接 什么都讲 可是你在他这看到的是 他私底下吃穿山甲 他喝茅台 他各种违反规定 我就特别的喜欢 能够揭示出这种公众 或者是重要人物的 另一面的人 王林就是这种人 但是你看 你看的就比较像格子一样 黑白分明 我有时候会觉得 比如是像马云 或者像谁什么的 他会不会有些时候 你比如说要有人说 有一大仙去不去 可以去 但是去的时候 是不是也不代表 我无体投机 我就是看来热不接 迷信是有规律的 两头人迷信 中间的人都不迷信 没错 一个是没制约的人 过去最迷信的人都是皇上 我们皇上吃丹药死的多了 为什么 他没有知识 也没有人管他 没人管得了他 一个人在社会制约越少的时候 他越迷信 所谓迷信 就像迷一样的信 另外一件事 这是一种 还有一个是束手无策最底层的人 他只能靠迷信这件事 能够解释他的生存状况 能够让他获得短暂的一个平衡 那么大部分中间的这些人 他是比较 生活状态是可以通过自己努力改善的 然后又有一定的科学知识 其实大家科学知识程度都差不多 不见到我们比人家强多少 但是你由于地位不同 所以你迷信度不一样 这个人的迷信 还有跟年龄有关 有的人越年长越容易迷信 我特同意马耶说的 我想起哈佛有一个心理学教授叫Skinner 他做了一个著名的鸽子实验 这鸽子实验他做的很好玩 他就养了一群鸽子 然后随机的给他们丢吃的 不讲规律 结果最后他发现这群鸽子 有的形成了往一个方向转头的习惯 有的形成了逆时针转头的习惯 还有的形成了乱跳舞的习惯 为什么形成这个习惯呢 就是因为那个鸽子 他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给他丢神 他发现他乱跳舞的时候 他给他丢了神 慢慢的那鸽子就觉得 这就是能够获得吃的一个规律 实际上我们人也是一样的动物 就是人始终是寻找规律的 我们生活其实很艰难的 始终需要寻找一些规律 来帮助我们去活在这个世界上 实际上我们的科学知识 就是这样的规律 科学知识包括 甚至我们之前谈到的那个中医 它也一定成是规律 对吧 经验 对经验形成规律 大部分时候呢 这种在大众他们上 可以传播的规律 都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 但刚才马爷说的没错 就是两头的人啊 他实际上很难解释他的生活 对顶端的人他有可能根本不知道 他为什么取得了这么高的地位 有了这么多的钱 有了这么高的社会地位 他想不通 对底层的人呢 他也想不通说 我到底怎么着才能够吃上一口饭 他就像那个等着被投食的鸽子一样 所以这时候疾病乱投医 我就去找迷信 找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这我真是觉得 就是说是 我上次在咱们节目里讲过 我说这个这个冯小刚有时候特别幽默 就有一次我们几个朋友 有人听说正好是我过生日 有几个女士特别善良的特别好 他悄悄给我买了个蛋糕 本来就是吃顿饭 他还点蜡烛 说让我许个愿 我许个愿 我许什么愿 然后我听冯小刚旁边来一句 就说别出事 我觉得他说这个 是有一种时代焦虑在里面 就是说我想想是 其实我现在 你看我最近在香港我淘了块玉 这个玉呢 就是这个上面什么图案都没有 什么图案就是一个可能是晚清的 他们说这什么都没有的 叫平安牌 就他为什么什么都没有 就希望平安 我也觉得可能格子这个年龄的人 他还是希望自己有一番作为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近些年啊 我你比如说一过年 因为你已经有一番作为了 也不能这么说 就咱别人马云差的不知多少 但是呢 就我已经开始产生啊 就是你希望我祈祷什么 我祈祷平安 不管是家里还是自己 还是身边 别出事 真的就是平平安安 就是最大的福气 其实你看这个里面就有一种 就是说太怕这个无望之灾了 太怕这个 你而且尤其在中国这个社会里啊 一切都是说不准的 在全世界哪个社会里 全世界都是一样 都说不准 有钱的风险概率是大的 对 职务越高的人 地位越高的人 风险概率是越大的 所以他就惶恐 尤其我们现在的这种聚集财富的方式 跟过去不一样 过去很多有钱人 是通过毕生乃至几代人的努力 聚集巨大的财富 我们现在可能就一夜之间 就这张牌扒翻过来 跟赌博一样的就发财了 而且发了巨大的财 这个财就是所谓的 我们过去说富可敌国的这样的财 所以他的惶恐是肯定有的 然后每个有钱人都会表示拿钱不当钱 就是说我最不在乎的就是钱 我觉得中国这个态度很有意思 马云的名言 能拿钱解决的都不叫事 中国是这样 原来我讲过 我说日本有个节目很有意思 他就是说每个人把家里的传家宝拿出来 专家来判定你 比如他拿进来先报一个价 说这是我们家传家宝 我认为它就值个十万二十万 然后专家说你这是国宝值一个亿 能一愣 然后音乐一起 鱼栏盆舞就跳起来了 特别就是 就是急救车在旁边 宣泄那种情感 另外一个人就是说 我这个组上传下来 我认为值好几千万的 专家说您这就是一个赝品 值个几万块钱得了 然后他就特沮丧 所以那节目特别好看 人是真实的 但我们不行 我们如果拿一个节目 做同样一个节目 你拿上来 你说这东西值一个亿 那个人就依然表情都没有 说钱对我不重要 如果他说我值一个亿 你说这是个假的 就值一千块 他也说钱对我不重要 我喜欢这东西 每个人都一个假面 而假面趋向一致 就不管他有钱还是没钱 不管这个结局是什么 就是装叉呗 你说有四大装 扣上一个假脸 所以我们这个节目没法做 所以内心焦虑 焦虑 对 所以你发现有钱人去说 就我最不带回 我没摸过钱什么 都是这个态度 每个人都这个态度 我发现钱越大的人越说钱不重要 其实钱对他最重要 他没钱就连看他的人都没了 你看他不简单 四大装 说刘强东说他不知道他老婆漂不漂亮 这是头发 然后马化腾说 我们就是普通人家 只是住的房子大了点 然后马云说 我其实也不知道我有没有钱 第四个给忘了 这有意思 我怎么觉得这些人这么浅臭呢 但是确实他不同处境的人 你也不能说他们马化腾马云他们说的不是出自真心 对 我相信他也可能是真心 人在这个台阶上 你想着那些 真珠翡翠白与苍 对不对 你这东西他确实跟咱讲 他是表现另一种惶恐 他是另一种惶恐 你看没钱的人老是充自个儿有钱 过去有人就是拿钱不当钱的人 其实他没钱 欠着一屁股两肋的债 是吧 但是他为什么要装到有钱 他怕他塌了 真有钱的人就开始装了没钱 是不是 因为过去没钱人向有钱人借钱 第一个反应就是说 我这还准备出去借钱 就是这意思 而且也的确 你这样 咱是往负能量方面说 咱要从较为正面的角度去说 也的确 我发现人就像你原来讲过 马斯洛 有需求层次 你都说都有了第六个层次 我记得 就是说实际上我也确实发现 比如说身边有些人 包括有些明星 明也有了 力也有了 钱也有了 其实就是俗人要的东西都有了之后 有时候这个人喜欢钻研外星人 对 他这个人可能他有那么样的一种 对怪力乱神 或者说行而上的 或者对宇宙的奥秘的 对上帝存在的这种好奇或者追究 这些吧 咱忙于生活的时候 你可能顾不上 但有些这些解决了之后 你会发现有些人呢 他天天琢磨着这些 咱觉得玄虚不着实处的问题 那可能也能够是他让他心灵有个安慰 人是很脆弱的 我觉得人是一定需要一些心灵安慰的 不管是宗教还是迷信都有可能的 你看我最近读了本书叫 所以耶稣他里面就提到说 圣经啊从开始到现在完全不一样 至少修改了三万多处 可是你知道基督教 作为全世界最大的宗教 它是以经文为主的这样一个宗教 大家都要去原教旨去读这个经书嘛 那如果在传播的过程中 不断的被不同的信徒给修改了 那你说圣经到底是什么呢 实际上就是 就是你信的到底是个什么呢 你信的只不过是你需要一个东西抓住它 而没有一个万能的可以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案 所以你说这个那天咱们讲这个什么人类简史啊 什么我还我还想起来这么一个说法 就这位学者他讲啊 他就说这个人类中心论 他认为这个圣经啊 就基督教的这个 尤其是旧约的这个圣经 他这个却我们与其说 他是确立了神格 不如说呢 他是确立了人的尊贵地位 因为在那个一神论之前呢 是那种万物有灵论 一般的原始民族 原始民族就像那个阿凡达里边一样 就觉得我要杀个老虎 我可能也得跟老虎说两句什么 觉得咱是平等的 我们希望的原始宫教也是 对我们的共有这个世界万物有灵 但是到了这个基督教 到了圣经这个地方呢 就感觉啊 上上帝造人 上帝跟人是最尊贵的 其他的这些个动物 那比人是等而下之的 对这种人类中心论 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一种随着文明的 所以我们有了文字 有了文明以后 这是个很自然的一个现象 问题是出在 就是不管是什么经 不管你什么经文 什么宗教 什么经文 不管后世人有多少修改 很重要一点是 人类需要一个精神守仗 就是他刚才讲的非常有意思 就是人类是很脆弱的 但我们貌似强大 我们貌似强大之间呢 还有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 就比如国与国之间 民族与民族之间 很多很难调和 有的民族是可以很容易调和 有的民族就很对立 但这种情况下 我们必须在普通人的生活中 有一个精神守仗 这个精神守仗 我觉得人类的所有的文明中 极好的解决这个问题是宗教 不管是什么样的宗教 那么宗教呢 我们这边呢 有时候有一些分不太清 你比如有些很小的那种 带有宗教色彩的迷信的东西 有个人摆个东西上就信 他每天对着他说话 他就能够在他的生活环境中 取得一份安宁 我觉得这个就就还是人类很需要一个精神上的一个支柱 这是我觉得 我们不能妄加对所有宗教的包括修改的部分的评论 作为研究者是可以的 对 那他信王林呢 那不算是个他 王林是这样 王林这类的人在历史上很多很多 多乌牛毛 就一个人去信我们身边也有 那我身边碰着的给我介绍大师的人多了 你要说特异功能连我都有 那我有的 你有什么特异功能 我跟你说 比如说我书笔画特别快 豆文涛27话 马威都18话 你要说强强其他的嘉宾 马家辉25话 然后强强三日情39话 我天哪 你连接二说二话 最强大脑去了 我拒绝了他们 所以你就知道说这是很容易的 我也有特异功能 我耳朵会动 你看 这个可以 有点嫌弃 强强三原型广告之后见 马爷说的历史上都是牛毛 我那天还真看见一个文章 讲康熙那个时候 有一个人叫朱方旦 就是这么一个大仙 好像是湖北那边出来的 就是说 哎呦当时就等于这个亲王贵族 到了北京 征服北京权贵阶层 甚至是 就本来当地的地方官是拿 拿他办他的 是吧 妖言惑众 结果一解到北京之后呢 康熙的后宫里的皇后 太后 聊聊吧 一聊吧 宫里边的事全说准了 他家伙就是 然后最后 我发现这真是权贵圈 所以你说今天 你说王林身边的这些人 你相当于 康熙的那个时候 那整个北京的权贵圈 包括皇帝本人 都尊重他的话 他就是奉为国 国事啊 这么一人 甚至到后来呢 康熙为什么有了警惕 又把他最后拿办了呢 就他开始干预军事了 因为领兵打仗的那个亲王 这就是大仙们不明智的地方 有的东西可碰 有的东西不可 这不就是崔慎石吗 对 所以历史上就这种 正史也始终记载的这种方式 方数 不过真的多如牛毛 很多时候在历史上 它更不可解 我们今天还有时候 有点科学知识 还能解解 有的是不能解 而且我认为人类知之的 就是我们自身的事情 是非常少的 疾病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我们疾病什么病都不治 真的 我发现你得了什么病 你都不能就友善的去治理 你比如说神结是一个小病 你怎么取出来 取不出来 弄得你痛苦的要死 疼死你 而且这个病是多少年以来 没有任何进展 我不认为我们医学 我们医学在手术上 在检查手段 这些都有极大的进步 但是在治理免疫系统的疾病中 没有什么进步 人类知之的还是很少的 而且我就跟你讲 朱方旦最逗的是他这结局 就是说一方面干预军事 另一方面 他开始著书了 这也是犯了大忌 你想写书 而且但是他因为迷信 被人宠信 但是最后 因为他说出了一个真相 结果被办了 他说出了什么 那个时候很有意思 他这哥们 他就说 人思维的器官 因为中国古代历史 都相信心之观则思 就是说心灵是什么器官 心之观则思 就是过去古人都认为 人思维的器官在心脏 诶 这个朱方旦 他最后说 他说人思维的器官 在这 不在这 当时说这个你这个妖言惑众 你这个 成伽利略了 伽利略 这也挺实际的 有可能 这个世界是存在偶然的 他有可能跟下角说中了 或者说你比如说 他们讲王林这个人 就功夫来说 比那些张宝胜 严辛 或者比那个 咱不说功夫 魔术功夫也算功夫 就比那个 他就算小case 但是他说主要这个人的能力在哪 人际能力 交往能力 咱就说情商提高 就是按照过去的手法 叫获重能力 获重 获得群众的能力 不是 妖言获重 获重能力 就是说他给你看看 他就知道你这人是怎么回事 越人无数 看人多了 知道你想什么 知道游击 又再知道你的身份 他也知道你心里想什么 我觉得马爷说的特别好 王林他就这点手段 一般般 你看特技功能 我们都会 他强的是他讲故事的能力 人类就是一个被故事给引领的物种 然后同时 我们也是唯一会讲故事的物种 他把他把故事给讲圆了 那我们我们现在都注意到故事有多重要了 王林人家只是超前于时代 而且你说这下看来啊 我从一个点上我发现呢 他当然也是凡人 就是说这全神得的这个病啊 虽然我不是医学专家 但我总觉得是衰了 像很多高官 比如徐才厚啊 还有你看发现很多高官 就哎 一弄住之后很快就死了 这我就觉得多少跟这个处境有有关系 可能咱们平时吃猪肉牛肉 他们吃穿山甲不太一样 据说这个王林呢 他是在这个不是说郁郁寡欢 而是在这个痛感人情冷暖之中离离离离离开这个世界 就是他等着他到最后出了事这一两年啊 他感觉到的是这帮孙子 当年我对你们怎么怎么好 给你帮借钱 给你帮的搭桥 现在我出了事 你们一个个都在这落井下石啊 你知道他是对这个世界对这个人深深的绝望 他其实历史上还是进过监狱的人 对 按理说他应该有这个承受力啊 就不再就反正有过一回不再过二回 你知道吗 就跟离婚似的 有人离好几回越离越多 他就不这都不是事 可是他这次是因为他变成一个轰动性的事件 这个可能对他来说 一方面又得意 一方面又不得意 所以可能这个免疫系统坏了 肯定是免疫系统坏了 到时候见 其实想起王林 人家就讲他是当年气功热那个年代的一个小人物 一个遗存 那个时候马爷经历过那个年代 我见过的人多了 特技功能我看完了以后 我说这特技功能我也会 有的是可以练的 有的特技功能是需要练习的 你不知道他在哪苦练 练就练出来了 那当然了魔术类的东西都是可以的 其实你能看见表演的 这都不算什么特技功能 你比如一个人准确的判断别人 有的人一看就知道你是一个大智的情况 为什么 他就是看人多了 他有一个人类有一个本事叫归纳 他归纳出来了 他通过逻辑性的判断 他是可以的 过去很多算命先生是靠这个的 因为我老说算命先生我就能当 以后我要没事了 我在街头摆一摊 我也能挣点小钱 只要城管不管 城管管就挣不着了 来算命的一般是两类人 很容易分辨 一个是倒霉的 一个是有喜的 有悲的 中间的人一般都不算命 他没啥事儿 所以一来你先判断这人是为喜事来还是丧事来的 一眼就看出来 全在脸上 马爷现在都有点这个本事 有点 因为他每个月有个接待日 全国各地收了什么东西照来鉴定 他就给查验关键 你马上就知道这人是干嘛 这人可能是个干部 拿来受贿来的 本上我觉得 有的是买来的 有的是想翻来的 随着您的年龄增长 先期越来越足 我觉得马爷的特异功能 这一天接待这一百多个人 没有一个是抬着出去的 没有一个犯心脏病的 高高兴庆 因为都是一百万买来的 一说这一文不值 这得会看人 所以我觉得那种表演什么空手抓蛇什么 这都是魔术类的 你腋下十字我也会 你弄一百个人写一百个条 我保证全给你念出来 你觉得是神的要死 其实就是一种魔术而已 是吗 那当然很容易做到 那天我交给你 不能当着三人行说 一说大家都会了 就没意思了 学一个谋生之术 对 完全可以 没有什么 然后那天我们那一桌 还有个小伙子 就你这么大一小伙子 教你一聊妹的 泡妞的 就说只要一个女孩 回答我三个问题 问他三个问题 他就能准确知道这个女孩的年龄 当然他问他三个问题 他问的问题跟你的生日什么的完全没关系 就问那么几个问题 我忘了问什么了 确实在座的女孩 因为女孩都藏着年龄 结果这一说确实都是 你实际上你看微软小兵 他也能够问你几个问题 问出你所有的信息来 你心里在想一个东西 问你九个问题之内 肯定问出来你心里想什么 为什么 人设计的人工智能 所以人会这招是很正常的 你说的非常对 最后我给他破解了 我说这个就是现在最新的理论 就是什么都是一种算法 对 这是一种算法 输入几个数据 你这是一种数学的公式 你就能准确的知道 这女孩是几几年生的 所以我现在特别认可 特斯拉的老板 Elon Musk 他刚刚说了一个话 他说未来人 一定要跟一个机器连接 你需要借助于他的算法 你算法太慢了 但实际上你有思考的能力 你就是运算能力不行 那你一借助上 那你不就厉害了吗 其实咱们智人 像王林的 或者古往今来的这些个功夫 咱们已经达到了 或者说早晚都能达到 只不过咱们是借助于跟工具的连接 对 你比如现在已经看来 人的大脑和互联网的人机连接 这已经是曙光在望了 很快这就是现实了 没错 到时候你说这人不就等于神了吗 对 就是就无所 我说最大的问题是改变人的学习方法 以后你不要再上小学中学大学 都不用上了 你把那东西连上 对不对 说我今日上法国去 我是把法国那开关一打个 我就一口流利的法语 对 我到英国去再一掰就掰英国去了 这不就很简单了吗 没错 而且如果我装上了 你不装那你不行 因为我装上了 我比你强太多 你就进动物园了 我要去念了 我首先装一凤凰的 装一人民日报的 没错 所以全人类都不得不成为一个机器人 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个 可怕 而且会抹杀个性之间的差异 就大家变成花钱装东西了 到时候大家谈起王林 也没劲了 这算什么 是吧 这才哪到哪 我们现在都四街宇宙了 都已经 我们现在其实是一个人类在人工智能 以后枪枪是不需要我们的 对 所以我说我们是一个最幸福的时代 将来没有这么幸福 如果大家都机器化了 我们享受最后的作为人的时代 人的荣光 或者说机器人在砍咱撒聊天 这几个给冷冻 我聊点什么呢 原来只能暴露你们的无知 早上做的功课 我们希望机器给我们点力量 就是一些肢体上的东西 对